在承認的天氣 上次時刻的就是吃火鍋 新鑑魚塞電視連續14年 邀請北台南家府中心 27日收府做家庭作為吃火鍋 現場時來了將近100位的家庭和小朋友作為老年 這由火鍋不但讓大家的身體是收起來 其實也溫暖了大家的心 你現場也有一堆母親來慶祝歌曲 表達他們的感謝志願 在純粹之前 新鑑魚塞電視 是特別邀請北台南家府中心收府做的立場 一起家庭作為吃火鍋 同樣是來到將近100人作為產物 這外公今年也要去買二十四年了 其中期是有困難 完全是收到社會幫忙 就和廖後回去做幾天 可以說是將這份愛團下去 那一份愛可以持續14年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簡單的事 那尤其像 除了這樣的一個軟軟勾免費之外 那欣永安也幫我們認養了很多的小朋友 那有的孩子從幼稚園開始 到現在已經練完大學畢業 那他們也回到家戶來當志工 那我想這就是一份愛的傳遞 其實新鑑魚塞電視 當季都在樓室 用社會就需要回饋社會蓋來進行 不然是在碎萬年中 跟是留學家庭作為吃火鍋 並且希望人用有需要的海洞 就是希望能為這社會進一分辛辣 那我們希望呢 就是在每年這個寒冬歲末的時候 能夠讓他們來一起圍爐 過一個快樂的新年 那欣永安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秉持著這個社會企業責任 那我們希望把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回饋給這個社會的 就盡量讓這個心力能夠傳達出去 東江新安優塞電視 也準備紅花中品來莫菜 剛才今年四季以外 百年加護中心 竟然有家庭作為家庭朋友表演唱歌 可以說是相當努力 秋秋的火鍋吃下去 不然是溫暖辛苦 也讓我們祝福不愛 當時緊張就大家作為威樂吃火鍋 來促進慶祝一天的感情 讓今天的晚餐在文興 以及歡樂的風雨下 萬萬結束 馬轉過一位 成功 廣告 記者岑移於檔區彩虹報導 李萊家岑藝